兩分鐘準備 請出題 非常好 泰奶多甜知道 可是因為泰國很熱 所以他們就是喝這麼甜 才會有感覺是不是 才會喝得到味道 是因為很熱需要喝甜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應該不會是稀釋甜度 因為它稀釋甜度 那就一開始就是 不要那麼甜 就不要那麼甜 而且因為泰國一開始的飲料 沒有那個掃糖 拌糖 是台灣先開始的 所以他們應該以前就沒有這個 稀釋甜度的概念 請介紹 這就是因為之前有網友去泰國玩 然後就PO了一張照片說 泰國的飲料怎麼這樣 我吸兩口 整杯就沒了 全部都是冰塊 結果後來就被人家說 是只有台灣 才可以在那邊調整什麼冰塊跟甜度 在泰國呢 其實他們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你要去冰 代表你是外地人 因為泰國的飲料都非常非常的甜 所以他們會故意加入大量的冰塊 然後讓它能夠慢慢來 在溶解過程當中 變成一個正常的溫度 但其實會這樣的 主要的一個原因 是會泰國很熱啊 所以他們在任何的場景之下 都會想要喝很冰的飲料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狀況出現 好困喔 本娘太佛心了 本娘 招明為準備 把握機會 讓大家回答那個時間很快 對不對 是 祝下一題 喝水酒適合搭配下酒菜 請問哪一種下酒菜 是台灣網路適量調查中 討論度最高的 A燒烤 B炸物 我的答案是 A燒烤 鎖定 應該這兩個應該是 第一名跟第二名 我覺得應該都有 只是說 當然 當然都有 是看誰高而已 對 只是應該說我們去吃 那個 比如說居酒屋或什麼的 大部分都是燒烤居多 對 請介紹 漂亮 還是一百到一萬 一萬在 無法提示的邊 請選擇 邏輯正確 選錯邊 當場掃機簽 押韻 三千元 三千元 他們真的都知道有做功課 耶 請出下一題 土耳其冰淇淋 常會把客人給耍得團團轉 請問土耳其政府規定 只能夠有土耳其人經營的原因是 A 技術取得不易 B 原物料稀缺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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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給你 然後要給你 要給不給的那個 土耳其冰淇淋 賣這個 政府有跑出來規定 只能土耳其經營 我覺得應該是它的冰淇淋 因為 我吃不出來它的冰淇淋 本身有什麼差別 但是應該是厲害 比較濃稠 對 但是其他的冰淇淋牌子 應該也可以做到這樣子的口感 但是我覺得它土耳其冰淇 厲害的是它的那個人的技術 主要 我好奇它在土耳其街上 是不是也這樣賣 應該是吧 應該是 他也這樣對他們自己的同胞 他這樣修理各種各國遊客 他也這樣修理他們自己的同胞 可能他的政府被修理過 這技術 做這個冰淇淋的技術取得不易 有可能是需要一個執照吧 所以要通過這個執照才能賣吧 應該是這個意思 請揭曉 那我想過為什麼土耳其冰淇淋的 那個老闆啊 他可以跟你在那邊玩那麼久 他那個冰淇淋都不會融化 也不會掉下來 當然它裡頭就是有特別的東西 跟一份的冰淇淋不一樣嘛 它裡頭就是加了藍金粉 這個藍金粉呢 它是野生的蘭花的這個植物上面 可以取得的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稀少 可是它加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讓這個冰淇淋變得更加的黏稠 而且它也可以延緩它 融化的這個時間 所以因此呢 土耳其政府就說 既然他們的這個產量這麼的稀少 就只有土耳其人才能夠 進口這個藍金粉 來喔 你答錯了嗎 答錯了 比老闆休息一下喔 美妓加油 加油 請助力 請問一般 在西餐禮儀中 餐廳為了要方便上菜 會習慣將包包置於椅子的哪一側 A 左側 B 右側 包包喔 右側 包包左側 包包放左側 A B 菜還是 A B 包包要放哪裡 A A 鎖定 包包放左側 從右邊上菜是不是 菜從右邊上 但是收是從左邊收 所以 它上菜跟收菜是不同地方 右邊上菜 左邊收菜 OK 那就對了 但是它現在問是包包放在 椅子的哪一邊 對 親一接腳 右側 右側 我右側了 好 我們來跟大家說一下西餐禮 其實她非常的直觀 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要入座的時候 服務生的話我們拉開椅子 從左側入座 接下來你包包放右手邊放 那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在吃飯 通常慣用手是右手嘛 所以服務生不太會從你的右邊上菜 因為卡到你的手 所以要從左邊來上菜 那如果左邊上菜 卡到你的包包的話 不方便我們就會把包包 往右側的地方去放置囉 再休息一下 再休息一下 沾小鴨 是 加油 有三題喔 好 請出題 生活步調緊湊 讓許多人都有腸胃問題 請問一 營養師建議 衛食道逆流 應該要補充什麼水果 A 香蕉 B 葡萄柚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妳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 妳猜哪 我只是想說吃香蕉是便祕啊 或者是有憂鬱症的時候吃香蕉 所以就感覺不是香蕉 是葡萄肉 但我剛剛一選完就後悔了 因為葡萄肉比較酸 我一直到尼尤是 也是酸 所以好像是A了 選完就後悔了 可是它那個酸 是酸還是鹼呢 葡萄肉吃起來很酸 檸檬也是酸 它是酸還是鹼 對 對 可是因為香蕉裡面 好像有果 有果膠 會保護胃 香港的香蕉果膠 這樣講就滿感人的囉 漂亮 沒有啥彈出來這樣子OK喔 這算大意滅心啦 這個滿好的 沒事 請揭曉 我錯 果然是香蕉啊 好 如果有胃食道逆流 當然我們就要盡量避免胃酸 或者是泛酸之類的東西 所以在水果盡量 盡量就是不要吃到柑橘類 所以像是檸檬啊 橘子啊 柳丁啊 或者是葡萄柚 都是不適合的 那如果呢 要吃水果 就保持著均衡 高鮮 低脂這樣的一個原則 所以像是香蕉 桃子 梨子 香蕉 都是胃食道逆流的朋友 可以吃的 達地先轉移 二十八秒 倒他兩組 好 趙明慧準備 請出訂 加油 做員工經常在職場 遭受到無力嚴刑的對待 也會影響到工作的情緒 做到員工會有哪一種反應呢 A 把氣出在同事的身上 B 對公司的忠誠度下降 我的答案是B 說定 我是看這兩個選項的 就是刪除啦 因為把氣出在同事身上 基本上來說應該會有 但是應該不是常態吧 應該不是一個普遍現象 對 因為大部分的員工 都會多多少少受到一些 這種無理的嚴刑對待嘛 但是 相對來說應該 了不起我就離職嘛 我換一家公司嘛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B啦 請揭曉 你好 你好 比老闆 你的世界變大了 最少兩千 最多有兩萬 兩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漂亮 你掉進陷阱裡了 選錯邊 天堂地獄 恭喜家蓮 好帥 最後一題要秒答 請出最後一題 副業能替自己創造被動收入 請問依職業平台數據顯示 何者是2023最有前景的副業之一 A 線上課程教師 B 團購主 答案是B 所以 時間將將好 漂亮 對呀 說明一下 如果 因為我還是用兩個題目來做分析 因為線上課程教師 應該是 已經一直以來都有了嘛 但是團購主的話 應該是這幾年來越來越夯 所以我會選擇這個團購主 來當作這個答案吧 請介紹 好 這是2023年最蓬勃發展的 這個副業絕對是線上課程 因為現在其實有非常多的名人 或者是學者 他們也都在出線上課程 畢竟經過了疫情的影響之後 很多人都已經習慣遠端教學了 所以我們還更習慣 用線上的方式來學習知識 大家也逐漸更加的 有那種知識付費的概念出現了 所以其實不少人 他們就會把自己的知識變現 就變成把它各種專業的領域 都可以做成系統化的課程 到網路上面去販售 的確 商機非常的蓬勃 三小鴨跟MUSA 一萬六千一百元 趙明輝跟皮果粒是一萬六千元 Mandy老師跟Andy老闆兩個 還是蛋薄名利 蛋薄名利 我們繼續重新開始 麥克風 第三回合一分鐘 要不要換人 沒有提示喔 這邊就要靠自我 已經靠自己囉 我要換 來 請請 換換換換換換換 要換換換 三上因為都沒有提示了 三上看手感 全部換快 啊 好緊張喔 招明會答錯 所以答題全要轉移 第三回合 就一分鐘 要快才有四題喔 來 Andy老闆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好 好